疫情之下,香港社会团体挺身而出,捐资捐物,积极投身抗疫。日前,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为6间中央远港社区隔离设施捐赠一批生活用品,总价值超过154万港元,将汇集4万名隔离人士。 香港广州青年总会主席霍启文在参与活动后,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连线专访。 霍启文介绍,第五波疫情以来,香港广州社团总会及香港广州青年总会共计捐出超过1000万港元的防疫物资,支援香港抗疫工作。 除捐赠防疫物资外,霍启文介绍,在父亲霍振环的提议下,霍家还均驻香港大学推进众志城城疫情监察计划,通过收集香港小区的实施数据,协助评估及监察香港的疫情传播情况。 我们捐了1000万给香港大学,我们希望可以做一个第三方的话,去检测现在疫情的一个真实情况。 因为除了香港政府在收集各方的资料,其实很多老百姓,包括我们身边运势的一些人,他们可能就被感染,但他们都不愿意把这个信息公开。 所以我们当时就感觉各方都在捐不同的物资,然后我父亲当时就认为,其实除了物资,还有一些信息管理这方面可能也是很重要。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,霍启文直言,近年来,自己见证了香港与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。 而疫情爆发以来,中央以及内地城市对香港的支持也让它倍感温暖。 包括我们刚刚去了那个方向医院,在香港应该不可能在7天以内可以实现这个快速的工程。 一般我估计香港可能就连签那个合同7天内也不一定能完成。 所以这个也是彰显我们国家的力量。 霍启文表示,未来,自己和所在社团将致力于重启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,为受疫情影响的基层市民提供切实帮助。 过去这三年,香港很多老百姓都受了很大的影响,还是要解决他们整体的收入,还有他们成本的一个开支。 所以我愿为下一步,还是希望中央政府,包括和香港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力度支持吧。 真正真正能帮到基层的老百姓。